這邊要多一個按 叫新增網方 後面加一個進度 就有個Progress bar 就是它有百分比多少 那假設你按下去之後的話 你希望知道有進度的話 因為總共有16比嘛 所以按下去 那這個時候呢 我這邊有設中斷點 我讓它跑一下 OK 有沒有 新增成功 有沒有 多一個什麼 多一個這個 它會 它的那個名稱 它是一個Progress bar 然後這邊有個bar 總共有16 有16比 有沒有 這邊總共剛好 從這邊到這邊16 所以呢 預設就這邊從0開始 一直跑跑跑到16 跑到這邊以後 表示什麼 結束了 它會一直增加 OK 這樣感覺還蠻好的 尤其是你有大量資料的話 現在 蠻好就是大數據嘛 對不對 只要大數據啊 你不可能說大數據就是 慢慢等待吧 至少你要讓那個 人家在跑的時候 你可以從網路上抓之類的一樣嘛 你至少要讓人家知道 你抓到哪個進度了 大家快不 是不是快要抓 抓完了 那你又至少有一個那個預期 否則的話呢 你沒有這個東西 你會讓人家覺得空等 可是喔 問題 這個東西喔 做起來有點麻煩 即便你在網路上找也很難找到這個東西啦 那 這東西的話 怎麼做 也是我用最簡單的喔 比較白話的方法跟各位講的 就是大家聽得懂的方法 那 那基本上喔 會多需要幾個東西 第一個就是說 這一個東西喔 基本上喔 它是一個表單 特別注意喔 那 那當我按下它的時候 按下按鈕的時候有沒有 它是去做什麼事呢 當我按下這個按鈕 它是去把這個叫出來 這個這個表單名稱叫Progress 就是我另外給它一個 那所以把它叫出來就是按它 它秀 秀出來 所以它秀的時候 它就是會有一個就是 User Form的Elevator的事件 那我們就把程式寫在哪裡 寫在這個表單裡面的 它的Elevator事件裡面 裡面的話 其實就是那些動作啦 就是剛剛B5那些動作 多一個什麼 多一個 幾個東西 第一個就是 它的開頭在哪裡 它的結束在哪裡 然後每跑一次 它就加 就是往這邊推進 大概就這樣而已 所以我先把那個邏輯先告訴各位一下 其他的話 我們在按部就幫他來看 不過因為我們時間沒有很多 所以恐怕我會想的可能是比較快一些些 如果細節的話 還是真的你要去實作 那這個東西喔 不是說只有在這裡用 以後你只要有大量資料 一定要跑很久的時候 你就有必要加一個這個東西 否則的話呢 它一定會畫面白在那裡 甚至感覺好像當掉一樣 那這個時候這個東西就非常好用 但是它有點難度 OK好 那首先的話我先把邏輯講 我按確定 它就講 它就關起來了 不見了 有沒有 當然我這邊沒有把它刪除的 沒有寫刪除啦 因為我如果還要再demo的話 刪掉很麻煩 我要再做一次 所以我沒有把它刪掉 刪掉你自己再加 按下去 有沒有 好 OK確定 其實還蠻順的 而且看到這個感覺 其實還蠻好的 因為好像這個感覺 在VBA裡面 可以跳出一個這個東西 感覺有點比較專業一點 OK 好 那我們按部就班來講 這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我們一樣 在這邊多一個按鈕 拖拉過來有沒有 把它叫b6 這個叫什麼 新增 往方多一個進度好了 OK 就是progress 那這個裡面寫 再來的話 我要做什麼 在表單裡面按右鍵 插入一個自訂表單 這個自訂表單 我的名稱 我把這個先刪掉一下 這個把它移除 4 OK 然後呢 我這邊按一個右鍵 插入一個自訂表單 那我要做出來 長得像什麼 長得像 這個 剛剛看到那個 就是 caption 就是什麼 我剛剛 有點忘記 我剛剛 這個 新增進度點點點 所以這邊的話 就是打一個 新 這個 表單的名稱 表單的名稱 叫做progress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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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OK 那因為我剛剛已經有做一個 所以它名稱好像不能重複 所以我移除掉 沒關係 我 那最後這邊把它改成叫pro 2好了 OK 因為可能我剛剛才移除 沒有關掉重開 它會有舊的紀錄在 所以一樣的名稱會出錯 沒關係 那你們就改progress 好 再來的話做什麼 特別注意喔 在那個 這個工具箱裡面 我這邊有個progress 有沒有 但是喔 你們的可能沒有 那我怎麼把它叫出來了 按右鍵 新增控制項 請記住喔 在控制項裡面都可以新增的 這個裡面有一個叫什麼 Microsoft開頭的 它的名稱叫做 P開頭 progress bar 所以往下找 Microsoft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progress bar 有沒有 那有6 5跟6啦 你就用6好了 預設是這樣 預設沒有 你們原來是這樣 按右鍵 新增控制項 找Microsoft開頭的 再找P 這個打勾 OK 那接下來的話 就把這個 加到 我們的 控制項裡面 點它一下 拖拉 一個大概 這麼大 這個的名稱叫什麼 Progress bar 簡稱PB好了 Enter一下 因為如果沒改 Progress bar 太長了 要打喔 比較容易打錯了 OK好 完成了 那我們直接 有這個叫 這個 表單名稱 叫做 Progress 我這邊多一個2 那我可以怎麼樣呢 可以把它 叫出來的話 就是在 網方的地方 點兩下 叫 Progress bar Progress 這個 把它怎麼樣 秀出來 不過 這個地方 如果你現在把它 直接執行 它會跳出來 但是什麼事都沒發生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還沒有在這個 後面撞寫我們要的程式 所以請各位先試試看 新增進度這個地方 先把它完成一下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Progress bar 來 你看 你就擺一個 這個 這個Progress bar 名稱叫PB 重新命名一下 那再來的話 就是把什麼 把這個程序 因為時間關係 我們直接來看 特別注意喔 因為我要當它被叫起來的時候 同時去執行什麼 新增到網方的資料寫入 所以什麼時候去觸發這個事件呢 特別注意喔 是在 表單事件 所以喔 表單可能要先 把它拉開一點點 一個縫縫 點一下表單 會有一個 user form怎麼樣 被activate的時候 因為我叫它的時候有沒有 它就打開了 然後去執行寫入 那這段程式 在雲端上也有啦 所以其實喔 因為時間不太夠了 所以我把這個地方 直接把它複製 然後直接貼上 貼到哪裡呢 貼到這邊 activate 蓋過去就可以了 activate 有沒有 那要做什麼事呢 PB的Value等於0 所謂的PBValue 就是它現在 Value指的是 它現在顯示的狀態列 如果100的話 不是 如果是最大值的話 表示是全部滿的 如果是0的話就是沒有 所以PP 它的最大值就是根據什麼 根據我們的 總列數要減2 為什麼要減2呢 因為我們總共的比數 這兩列是空的 所以要減2嘛 所以就16比就對了 所以它預設是0 然後它最多就是16 那就開始回圈了 回圈開始 第一比對不對 然後特別注意喔 這個地方呢 i從3開始 所以特別注意 我這邊把Value 減掉2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呢 Value呢 從這邊 3 進到這邊的時候 直接這樣 它3減掉2 就1了對不對 所以它這邊呢 多一格 然後再跑 但它等於4的時候 它有一格 5 6 7 8 9 全部跑完之後有沒有 那這個時候呢 它就新增成功 並且把它關起來 有沒有 就點HIGH 就把它關起來了 OK 這樣就完成整個流程 不過特別注意喔 它這個地方喔 新增網方的這個程序 本來是寫在哪裡呢 寫在這個的下方 所以請記住喔 請你把這個剪下 為什麼要剪下呢 因為喔 如果你沒有剪下來的話 你把它放在這個表單裡面 這個表單要存取的話 要存取它喔 很抱歉 不行 怎麼樣才可以呢 你必須把它剪下來 放在哪裡 放在模組裡面 所以特別注意喔 把它貼到最下面模組 它才可以共用 所以為什麼以後 我教各位的時候 就是盡量都寫到模組 因為模組可以共用 但是如果你寫在個別的話 就沒辦法共用 所以這裡要特別注意喔 把這個地方貼到模組 好 那就可以執行了 所以最後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 基本上應該這樣就寫完了 其他應該沒有問題吧 其他 大概是這樣 好 那來把它執行過 執行 OK 新增 有沒有 確定 資料就寫過去了 應該懂那個流程吧 因為可能需要一點時間 因為這個算是非常複雜的一個東西啦 之前同學可能還是要消化一下 那因為時間不太夠啦 所以我就大概略講一下 那之後呢 還會有範例用到這個 就是說比如說我從網路上抓資料 那可能我有很多很多的那個網址 要一個一個慢慢幫我抓對不對 那你不可能說讓使用者不知道說到底進度 所以也可以加一個這個 所以這個還蠻好用 以後很多地方都可以用 按下去 自動跑 當然如果說你覺得不夠完美 邊邊有沒有 有一個縫縫 對不對 你做完之後 再把它怎麼樣 把這個縫縫 關起來 關起來 這樣的話就更完美了 甚至 以後上面這個也可以把它拿掉 就有一個bar 寬度高度 你再自己來調一下 顏色也可以調 OK 好 畫面還給各位一下 試一下 今天其實講的還蠻多東西的 不過全部的東西呢 通通都在雲端裡面可以看到 所以基本上呢 你們回去的話 要複習的話 雲端上面全部都有 而且我都有截圖 然後呢 你只要照著上面的步驟 一個一個把它各個擊破 那如果說有一些細節假如說 做不太出來沒關係 我回去又把影片再轉檔一下 會再丟到我們論壇裡面 所以基本上如果已經加進來了同學 應該都會收到才對 如果你實在是想要加 但是加不進來的話 那個email信箱 你再寫信給我好了 告訴一下 告訴我 你是我們這個班的 如果你知道你的證號 反正就是給我一個訊息 讓我知道你是上這個班的同學就可以了 OK 也不用擔心啦 反正這東西真的很難 但是你只要用對方法啦 還有願意花時間 我相信應該還要把這個學會 應該不是太大的問題 再來一定要實際上應用 有問題的話再提出來討論 OK 那我想時間也差不多 不然我們今天先到這裡